就这一切案子他就讲 可是在这个五月份时候 到这个云南各地 通过这个订发仓 就买了这个三个那个小孩 准备带到山东 那个滩虫那边去卖卖给人家 至于要将孩子卖到哪里 这几人均声称他们是第一次作案 还没有明确的来主 可是这个郎春彦在审讯过程中 表现出的种种迹象 却让人觉得疑点重重 手法手段比较劳励 不像是性质 绝对不是第一次 背后可能隐藏着 这个大量的犯罪事实 乘坐火车来转运在这被管的妇女儿童 因为目前咱们国家的铁路 交通运数还是比较发达 在很多地方都是有铁路的 对犯罪分子来讲 这是一个比较价格低点 一种运输方式 而且在本身在火车上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能够查清这个孩子是不是他的 是不是被拐来的 是有难度的 据郎春宴交代 给他们提供婴儿的上家是云南的刀秀芬和丁发昌 警方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追查出贩卖婴儿的源头 郎春宴等人落网的第二天 远在云南圆阳县的上线 刀秀芬和丁发昌就被南京警方成功缉拿 这两名犯罪刑事人怎么也想不出 警方的行动会这么快 因为即使飞到云南昆明 再赶到圆阳县还需要一天的车程 那我们25号晚上就出现在他家里面 他不是感到很奇怪 你就做什么来也没有那么快 这一次的抓捕行动能够如此神速 是因为南京站派出所的副所长刘云 此时恰好在云南办理另一桩案件 他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 快速赶到圆阳县配合南京方面的行动 我立马就把手上的丝放掉以后 就带到两个人 当天就赶到这个圆阳 云南的抓捕牵出了更多的线索 更多的犯罪刑事人也纷纷落网 种种细节表明 这伙贩卖婴儿的人贩子 作案绝非偶然 他们对这个婴儿的称呼是什么 就是称呼叫小货 在手机短信上面就这样写的 就是你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小货 今年三岁啊 或者今年两岁啊 或者是几个月啊 你看你要不要 当时我们抓到那个嫌疑人的时候 他手机上很多这种短消息 刀秀芬和兵发场的落榜 让民进更加